我們今天的嘉賓就找到KIMMAN 黃建文 大家好 大家見到KIMMAN 可能立即想起《造星》 因為剛剛也完成了這麼大的項目 但今天我們請你上來 當然《造星》就一定要講 但我們也想了解更多KIMMAN的過去 他的音樂路等等 所以我們今天就分兩部分和你聊聊 好嗎 好 其實我自己首先要很驚訝 因為我和KIMMAN是 如果我沒有記錯是2013年的時候 曾經有一次工作就見過一面 我記得好像是2013年 然後我們最近在《造星》結束之後 又一面之圓 然後我其實是期望你不認得我的 但竟然你又認得我 其實你對人的記憶是否也不錯呢 你自己覺得 不錯的 其實我記得你應該是10年前 10年前是《Best Stage》 我很喜歡音樂 我會去酒吧的時候 那間應該是音樂餐廳 《Best Stage》對一些音樂人來說是很熟悉的 我相信很多音樂人都在那裡玩音樂 是的 那時候我應該開始出來玩音樂 即是出來開始認識一些音樂人 那時候應該是10年前 我那時候26歲在台灣給完賽 我應該是24歲給完賽 總之26歲那一年我就參加了《巨星》 然後再去《Best Stage》玩音樂 然後就認識很多不同的音樂人 我記得你應該有唱過的歌 好像是 應該是 是 那次應該是一個籌款的活動之類 有可能 類似 你剛剛講到去台灣參加比賽 其實我見到你過往在音樂的路途 其實一開始都是參加很多不同的比賽 其實你自己怎樣 你覺得你參加比賽當然是有些東西想得到 可能你想得到一些的認同 或者想純粹是因為你自己很熱愛音樂 還是有沒有其他的原因 其實是從小到大家人很喜歡音樂 但是從小到大家人和我唱歌不好聽 不是吧 真的 但是我真的很喜歡唱 突然間參加香港的區域比賽 西北區的歌唱比賽 玩完一次又覺得很好玩 所以就自己錄下一些展示 然後就寄了去台灣 誰不知有些台灣的DJ 就聽到我的歌 就邀請我去面試 認識了那個DJ之後 他就適合台灣的歌唱比賽 就是超級偶像 超級偶像 超級偶像 那時候就飛去參加比賽 其實也輪了很多次 那時候輪選 我意思是有超過60場的輪選 還要輪選完之後 還要再進入 可能進去 其實就好像全民造星一樣的比賽 那時候就覺得 我也是憑著自己的創作去參加這個比賽 我覺得都是很開心的 那時候覺得 都算幾了不起的一件事 因為很多人輪選 但為什麼會選中我一個香港人 又入了比賽 那時候就對於 因為你知道台灣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 台灣人很喜歡說 有夢是最美的 就是有夢想是最美好的 所以他經常 好像這句說話 就有點催眠 一個作用就是 將這個種子 種在裡面 所以一直很想 去一個平台 給我發揮音樂 唱歌 所以回到來 在香港 就認識了很多不同的音樂人 好 其實你自己 即是趕去台灣 其實我自己 覺得 如果換作是我一個人 隻身去到一個 這樣的地方 其實都會害怕的 你有沒有這個感覺 反而我想 很多香港人喜歡台灣 是因為覺得台灣很熱情 所以 我去到台灣的時候 就會覺得 都不是 很有歸屬感 好像很屬於那個地方 即是很歡迎的 是的 還有很多的台灣朋友 都很歡迎我 例如我去到 其實我都沒有錢 沒有什麼地方 住的時候 但台灣的地方 又大一點 會借一下這個梳化睡 那個梳化睡 會有這個 很多朋友 都會去 台灣的朋友 會很支持我 甚至去過一個朋友 都是參賽者 可能去過一個 免費住了半年 上下 其實我自己 都曾經因為工作 就去到台灣 去兩三個星期 又是有一些 很歡迎的台灣朋友 去接濟我 其實我真的覺得 台灣其實是一個 挺好的地方 但為什麼當初 又不考慮 留在那裡 你說不留在台灣 其實那時候 都簽了五年合約 即是同一個製作公司 但當然 我還沒有去 入到十強 我那時候十多強 就淘汰了 所以他捧就捧十強 但當然我簽了的時候 他也有一些 因為他就是公司 他會給我一些 上節目 都有的 也有錢 但不多 所以那時候 我在台灣 生活了一年 其實我在酒吧 唱 叫做 住場歌手 咖啡店 餐廳 都有唱過 但也是一個 挺好的經驗 也是的 因為其實作為藝人 我自己覺得 越多的接觸觀眾 或者越多的練習 就會對你自己的表演 也有幫助 是的 OK 在台灣回到香港 然後很快 其實你已經自己 繼續去Busking 生活之餘 其實都 進入了一個 我們叫做主流的音樂 其實那個改變都很大 我自己覺得 是的 對的 但我覺得都要很感謝我 有去Busking 因為我覺得 Busking 那個練習 是很多 對我 對觀眾 在街上 都很大膽 例如我一開始 在香港的旺角街頭 唱 唱到銅鑼灣 不同的地區 之後我才去了澳洲 工作假期 就叫做 當中 真正是 以Busking 為生 去生活 又可以生活 還要儲到錢 然後 再給我 儲好錢之後 又去不同的國家 我覺得當中 給我 是 很多的信心 和膽量 做了 在這個音樂路上 Busking 是不可以缺少 在我自己裡面 是 就幫助我很大意 然後回到香港 就有 剛巧在街頭 Busking 有個監製 聽到我的歌 又剛巧 找我唱了主題曲 就簽了做歌手 我記得你曾經說過 其實他接觸你的時候 你也有擔心過 是否會見到 因為經常騙人的 有很多 對 有沒有遇過我 除了他之外 其實有的 的確有的 那時候好像 例如模特兒公司 那些 又OK 又說可以訓練一下你 唱歌 誰不知 第一件事就是拍照 會有的 但我是拒絕的 因為我知道 感覺是騙人的 但也不是一次 那時候 可能在黃國唱歌 有些人會找你 去試音 做這些事情 但覺得 是不坦實 所以最初 就在想 是不是又是騙人的 但最後 因為知道 他是公司 就去了公司 聊天 就知道 是真的 也很開心 因為 我會覺得 這些是電影的情節 會發生的事情 我覺得 不會發生在我身上 但發生在自己身上 就覺得 很驚訝的 一件事 OK 剛才說到 你加入ViuTV 是因為唱主題曲 是 但其實 我自己 記憶之中的K-Man 除了歌曲之外 其實最深刻的印象 就是8%的聲音 其實我覺得這個項目 是很有意思 我覺得這個項目 其實很有意思 因為我自己對於 一些小數族裔 或者一些比較 不是香港人的香港人 其實我自己也有一份 很特別的情感 但是 你自己在這個過程裡面 又有什麼得著呢 你覺得 我覺得 首先謝謝你 有看這個節目 因為我 都曾經做完這個節目 我也很開心的是 在街頭 會有一些人 是 不知道我的名字 但他們會說 喂 拍個8%的聲音 就是 他會拍個8%的聲音 就是 起碼他叫到我節目的名字 然後他認得我 我覺得 可能 不是很 不是推廣得很厲害 這個節目 但也有人看到 和的確的回應都有 我是開心的 因為整件事 是我第一次 做主持 那個是 那 他們最初找我的原因 都是因為 我去過很多不同的國家 我覺得我應該接觸很多人 他覺得我應該可以 跟不同的人去交流聊天 我覺得 是一個很大的學習 而且我認識少數族 多了很多 在他們當中 反而很欣賞他們 就是他們的生活 他們的努力 我們可能不在意他們在這裡 但的確 他們原來為香港 也做了很多事情 就是很多不同的範疇 他們都做 而且反而是 總之很欣賞他們 甚至他們會遇到一些不公平的對待 有時候都會 但是他們仍然很樂觀 很開心 然後 他們很有勁 他們做的事情都是 很有動力去做某些事情 但是我們可能甚至 他們反而覺得自己很幸福 或者是香港生活 也好 但是我們可能習慣了一些事情 覺得 就是 所以 所以 在他們身上 真的會有很多感動 你覺得 其實 跟他們的溝通 甚至乎 跟他們的 所謂相處 對於 你自己 看這個世界 有沒有不同了 不同了 其實 他們的 生活 或者看法 不同 而令我 有不同 而且 會多了 留意他們 以前 不會的 擦身 然後 你不會 大家 在不同的 空間 但在不同的世界 是會有這 而且 反而 現在 是會 跟他們打招呼 都可以的 因為 你可能見到 不同顏色 你會跟他們打招呼 你可能不會 不能主動 但你發覺 他們都可以有一個 很熱情 他們很歡迎 你 那種 我現在 看到 例如 什麼國籍的人 都會 有這個 勇氣 去打招呼 因為你會害怕他們 會害怕什麼 不知道 他自己又 給了一個 隱藏 可能怕 接觸我們 會期次 所以 我覺得這個 項目 很有意思 多謝 你做了這麼好的 節目 多謝 製作了 音樂 的時候 其實你通常的靈感 來自什麼地方 我的靈感 可能是 發生了一些 事情 我才去寫歌 譬如 朋友失戀 譬如 朋友 家人 有些意外 或者怎樣 很多故事的事情 又或者自己 自己都有經歷過 所以可能有時候 一些事情發生 會勾起了一些 回憶 或者一些 觸碰到我的事情 我會寫一些 例如 看一套很感動的電影 但又好像我自己的故事 或者怎樣 我都會有這個 靈感 又或者去旅行 都是一樣 例如 剛才說到八個 其實寫這首歌 是 很開心 有一位朋友 他幫我找了 他剛好有一個機構 想寫一首 比較正面的歌 然後就用了 其實最後我在八個 百分之心 是很貼切 所以又是一個主題曲 這樣出了 可以用在裡面 我覺得 有時候 都是一些 譬如 要鼓勵的人 可能有一個對象 你要去鼓勵 那你有一個靈感 就是我要怎樣去鼓勵這個人 要寫一些什麼 也會去思考 有時候 除了靈感 可能你自己製造自己的東西 去想 但我多數是因為 經過一些感動 而容易寫 可能有故事 或者有一些特別的東西 可以啟發到你 其實 我們看到的 Keyman 可能都比較 吉他 或者清新系 文青系 怕不怕被人定位 其實我又不是很怕的 因為我不會覺得 譬如在節目當中 會說我填完歌手 文青 我覺得不好 我覺得 不是失禮 我意思是 每一個範疇 每一個 種類的音樂 都有它發光的地方 沒錯 但我有個轉變 或者令人看到更多方面的東西 是一個好事 但我不會覺得田園是一個 不好的東西 不是一個貶意 我反而是開心的 我覺得挺有趣的 因為從來 可能人們以前會說 你們的風格 可能會想起歐瑞強 但我都不會 我不會有什麼 就算你說我像誰 有些人說 例如現在看到我像王傑 有這些 但我覺得 我不會去介意 我像誰 因為我覺得 我也欣賞他們 所以我就覺得 我也喜悅 但我會想告訴別人 我是王傑文 我也是我自己的風格 我自己的風格 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在娛樂圈 你怎樣可以令到自己的形象更鮮明 或者令觀眾更加記得 你就是真的要 建立一個很實在的形象 我自己覺得 對了 剛才說到朋友 可能你很多時候的故事 都是來自朋友 靈感來自朋友 我看你都很喜歡見客 邀請客人上去 其實我也是 可能有一點 因為家人都是這樣的 家人很喜歡 我家人不是很大 但家人都很喜歡 很熱鬧 由小到大都很熱鬧 家人是很多人的 雖然我 我自己沒有爸爸 我媽媽又再結婚 但我的親戚 例如我婆婆那邊 有很多阿姨 阿姨 又有表姐表弟妹 總之很多人 過年都是一堆人 除了這些 家人都很喜歡 邀請朋友快吃飯 我們都比較好客 所以我很多時候 可能習慣了熱鬧 但不代表我不喜歡安靜 我自己都 越大就越需要安靜 需要自己一個去思想 但我的確是 愛熱鬧 我其實 看到你煮菜 我挺期待有第二集 為什麼你不做完這件事 其實沒有時間參加了 《造星》之後 我其實拍了 但不能剪 至少拍了兩、三集 但沒有時間剪 真的很享受 我想說 我在《造星》 變成沒有了生活 但沒有生活不代表 因為我覺得 我都享受我現在的忙碌 但只是在《造星》的過程 是沒有生活 睡覺也不知道有沒有時間睡 但我反而是很享受 這種感覺 我曾經覺得很折磨 但為什麼我會這樣享受這種折磨 我不知道很享受 其實我覺得是那種成功 滿足感 因為你是獅子座 因為我是白人座 其實獅子座跟白人座很相似 其實很需要得到那種滿足 而無論那種滿足 令到你多累 你都會很想繼續做下去 我想可能就是這種感覺 但回到家也好 有貓貓陪你 有什麼 因為我也是貓陪你 我三隻貓陪你 你自己有沒有什麼 其實兩隻貓 我看到他們都大年紀 就是Snub 和Tripper 其實你跟他們相處是怎樣的 其實 其實我從小到大都喜歡動物 就是他們家裡 婆婆那邊也會養狗和貓 也有很多 但是Snub和Tripper 我從來沒有擁有那些貓 是那麼黏的 就是他們很黏我 經常去那裡 又貓陪我 我覺得尤其是在疫情 我經常留在家裡 他們就是 由早上黏到晚上 就是我坐在那裡 看書做什麼 看電影 看電視做什麼都好 他們都會教訓我 然後 我跟他們反而是 因為疫情建立的感情 還深厚了很多 養多久 都十年 但其實這隻貓是我的朋友 我們應該是說 這隻貓是十六七年 十六年 但是我就 又幫忙照顧他們十年 因為我自己 我想我的情況和你差不多 因為其實 沒有養貓之前 其實是害怕貓 因為我覺得他們是很酷 很不喜歡 不喜歡你煩 但是 真的經歷了這麼多年 我養了十幾個貓 都好像你這樣說 疫情來之後 其實反而我和他們的關係 是更靠近的 貓是一個很有趣的動物 而且我記得最初他們 是不給我 不喜歡我 但是現在他們 是要我捕 很搞笑的 要你摸 對 他們喜不喜歡被人拍的 有沒有試過 拍我就少些 但是他們會喜歡 要我捕 因為我有一次 就是看電視節目 看到小巧說他的貓 就很喜歡拍屁屁的 然後我自己 最初都沒有留意 原來我的貓是有這個癖好 然後現在是 直接是 他會走過來等你拍他的 所以我覺得那些貓是 是的 我知道 我有見過那些貓是這樣 回去試一下 OK 好 我們今集呢 就和Kimman說到這裡 我們下一集回來 我們就 再和Kimman說多些 關於《造星》的點滴 好嗎 好 下一集見